好,那我们再来开始 手推这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当然了,我们要先来决定一下 尺寸,应该讲需求好了 在什么东西 那我们这边这个范例 我们就先不预设在什么东西 尺寸的部分像这边是60,90 那或者像这边有一个高度870 这个高度870 不见得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如果说有些同学觉得这个太高了 所以老师说希望各位准备卷尺 说你可以量量看 当你的两只手放下来比较轻松 不管是两只手完全的垂下来 还是稍微有点高度 你可以去量说你觉得握起来比较轻松 你可以拿张椅子来握握看 我说椅子是至少有个椅把 你可以握握看那个感觉 那870是有点比较偏高 当然对比较高的人他可能觉得OK 这个也还好 这没有什么标准 因为他本来就是 我们就当做现在这台手推车 是为各位量身定做 你想要多少尺寸的配合你就好 宽度的部分800,500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尺寸 手推车的尺寸 这边 480,720 或者你可以再小一点的 依照实际上的 小号的 小号的多少呢 480,720 然后有很多 所以尺寸多少呢 没关系 同学你可以自己拿捏 我们上个这个课程 教各位说怎么去设计 所以那个尺寸没有标准 你觉得OK就好 这一张图我们把它存下来好了 也还不错 他有一些资讯手推车05 像同学收集过程中 觉得不错的 你就自己把它存下来 以后才不用每次都上网去找 像他这个地方有看得到 脚轮的直径轮子多大 然后他的材质 硬的橡胶 尺寸规格72乘40 16都是公分 84 然后本身9公斤 负载300公斤 所以这边都会有一些 那个相关的尺寸 哦 这边也不错啊 上面有很多的资料 那现在设计多少呢 同学你自己决定 好那老师这边到底要画多少 我们这边总的还是要有一个 那个尺寸嘛 我们来看好了 我们大概最后画出来的样式 会以像这样子的为主 这一台大概 或者像这样子的为主 所以 这边 我们 呃 不要画太大台好了 这边大概500 那这边尺寸呢 好那500多大 请各位同学 拉个卷尺嘛 老师手上其实有卷尺哦 所以你画的时候 拉出来哦 500大概多大 你是不是至少心里会有个底 500 大概多宽 长的部分呢 我们就给他 700 好不好 700 好 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尺寸呢 大概多少 好 700跟 500 尺寸呢 没有标准 同学自己设计就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希望这 呃 用板子去折 就是说折闯折下来 好 就是其实一开始 它是一个平的板子 然后利用折闯的方式把它折下来 换就是下面是空心的啦 就类似一个盒子 它中间是空的 所以 这个板子要用多厚勒 同学可能对板厚勒没有概念嘛 那我们就想来查查看嘛 所以我说这个课程 你会发现呢 很多资料都没有 就Google查 你说老师那你怎么不先准备好 不是我不先准备好 是让同学知道说 你很多东西本来就什么 要去查资料嘛 我们就给个铁板 钢板好了 钢板厚度 规格 基本上 0.1 0.2 0.3 基本上这些都有 这非常的多 其实这个很好找 博本的定义 随便找一个 这个 不过这个是比较大的 大长的 来 那我们来找一下 规格 像这个 有看到 1.2 1.6 2.0 那它是卖整片的40乘8次 人家一般说的速八啦 五指乘十尺 那这是台词嘛 这是大概的那个 mm 五指乘十尺 这是一般比较常见的 那种上游厂商卖出来的 这种铁板的尺寸 它就一片48尺 这样子 然后买回来之后呢 再用减床啊 再慢慢的去裁成你要的图形 那厚度的话 这边有很多 我们的推车 不用用太厚 大概用到2mm就好 那同学说 老师那2mm多大 请你现在拿尺来看一下 2mm就会看得到 大概有一个 那甚至同学 你可以拿家里的手推车 还是说去卖场 还是路过什么 像台北市的环河南路啊 那台中像建国市场 那边有很多的五金零件 然后或者五金行 看一下手推车 那去量量看 到底人家一般的这个呢 这个板厚 就像这个的板厚到底多大 那其实我们的 刚刚讲说500、700嘛 我们刚刚画500、700 这样一个手推车嘛 没有很大 所以2mm大概OK 2mm这样是OK的 好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等一下画的时候 这里500 这里700 然后呢 先2mm 好 那我们就先把尺寸 决定之后 对不对 决定之后 我们当然先来画底板嘛 所以我先把隔线关掉 转回上市图之后 画个矩形 尺寸是小老鼠 700嘛 我们刚刚讲700 小老鼠 700 豆点 500嘛 这个 好 700 500 然后转到东南之后 我们把这一块做挤出 方向没关系 到时候改 随便改 那挤出来的厚度 所谓的厚度 就是我们现在挤 旁边这个 把这个图片打开 这个的厚度 这个厚度给多少 不用太厚 因为我们不是很大的推测 500跟700 我们大概给3公分到4公分 就是30mm到40mm左右 给到30其实也还OK 因为我没有很大 那你给到40也没关系 那同学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 这种东西就经验嘛 你没有在这行业待过 那一开始不知道 就先参考 那以前前人怎么设计 那慢慢熟了之后 就有自己的想法 好 所以 挤多少 挤40 就挤40 挤完之后 我们上个颜色 来看一下泥增 现在是一个实心 那我们希望它是空心的 我们刚刚讲2mm厚度 所以做博客 博客 先选3D实力 选完之后 再来哪一个面 不要 下面这个面 选到变灰色 Enter之后 博客距离多少 2mm厚度吗 结束掉 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到 这样就一个2mm厚度 这一个 钢板的厚度是2mm 那因为我们尺寸没有很大 其实2mm还OK 那如果你觉得说 怕2mm不够 或者你 负载比较大 就是你要推的是比较重的 那可以用到3mm 也还OK 那我们现在假设说 我们摘的东西都没有很重 可能是一些箱子 其实没有很重的东西 我们要转一个方向好了 用3D旋转也可以 或者转回上市图 再做2D的旋转 RO旋转 转90度 再一次 转一个角度 转回东南 我们到时候把手画在这边好了 然后轮值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这样可以看到把手的 这边的后面吗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的底板设计 尺寸出来 同学你要记得写一下 500 700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说 尺寸你可以自己决定 甚至板后 你用3mm也没问题 用1mm的话 有点太薄 可能负载上 在久之后 比较容易可能 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用到2mm稍微比较厚一点点 所以一开始底板设计 这样OK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